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进行的单元是娱乐哄趴 访问的是第一次来到节目之中的 也是第一位台湾的原住民电影的女导演 泰雅族的陈杰瑶 明天她的第三部剧情长篇 哈勇家就要上演了 11月11号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明天啊礼拜五全台上映 我强力推荐哈勇家 曾经在2016年 以只要我长大获得台北电影奖 百万首奖和最佳导演的陈杰瑶 始终没有停下来拍片 包括纪录片包括剧情片 而在今年哈勇家也入围了 2022年第59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演员 最佳原著剧本 还有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等 都是非常有质量的奖项 当然也要先预祝她能够得奖 不过我回到哈勇家这部片子来看 首先我想先离开剧情跟主题 她好像都是素人 不但这部片子是素人 你前面的片子也都喜欢用素人演员 我们就从原著名素人演员 这个题目来说一说 你的这个casting的习惯 可以说一说吗 应该是说第一个当然我觉得原著名不管是泰亚族我觉得都还算蛮有表演的天分 大家都是比较闷骚的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线上找不太到太多的泰亚族的演员 而且要找适合的 所以当然就会从 因为有时候我要找青少年 然后有时候找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阿公阿嬷 对这其实是很难可以找得到的 那当然我觉得在我在找演员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很有趣 因为剧本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有的时候没有想象的对象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写没有想象的对象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想象的对象 对然后那其实那个想象的对象是指演员 演员就是说我要写这个角色 那像比如说哈用家我这个整个一个家族三代同堂就八九个角色 所以我大概花四个月时间一直不断的当做是他们写他们的自传 可是我要去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讲话的方式什么 我只能先透过想象 可是当我在找演员的时候 我很喜欢就是 我很喜欢就是到 然后譬如说我要找老人嘛 我就要到部落的文件站 所以文件站就老人健康站 那去找去看 然后他们去看病 不是就他们去就是现在政府有那个就是大家早上一到五都可以 老人家可以去学东西 的那个的我们叫做文件站 对那可能 其他地方叫健康站 对然后或者是到学校找或者是到 比如说泰雅族那个时候有办那种泰雅族的全国篮球赛 还是盛世然后在可能三天在哪里我就去那个地方看 对因为我喜欢就是找了演员之后我们当然就是会一边观察他们 然后一边就是用我觉得有趣的方式 然后然后去让我找到他们的特质之后来选定这个角色 嗯在这部片子里面也有熟面孔 像之前只要我长大的男主角在这里头演一个小的配角 嗯对 所以你用任用演员好像也有一个一个惯性是吧 因为这个演员完全不用教他所以所以就就非常的呃 呃我觉得就是等于是非常的就可以他很融入那个角色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佑家里面哈佑阿公就是他本人的阿公 所以他是陪阿公上来的 是陈德卿是阿公 陈德卿其老他叫尾浪 嗯嗯 这位我要讲还有就是这个看起来是叙事者的呃 在故事里面叫以诺以诺对他也也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而且不应该说是被你没有他没有经验 应该说他是一个有经验被拍摄者哦算 对你拍他的纪录片对可以谈一谈这个演员好应该应该是说我呃这个以诺这角色他就是一个呃 在距离他就是一个热爱文化喜欢跟着阿就是阿公都懂这些传统嘛 嗯跟着他一起呃到山上啊去打猎什么的 那因为这个角色他本呃本名叫张祖军 然后他大概国小吧 因为那时候我们部落有一个部落学校就是要教授部落的所有知识的学校 很特别 然后因为我其实在都市长大 其实我对部落的东西其实我很渴求对 然后我不管透过拍电影或是我知道哦 我这个学校可是只收12到16岁 我是不可能去上 我就跟校长说那我可以在旁边拍吗 就一边拍边看 然后里面呢我就找到两个主角 那其中就是张呃一个就是张祖军那时候他12岁 嗯然后我记得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 因为不在他的部落约要四点多起来 然后到翻山越岭 来到这个部落上课六日的时候 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许要来这边你要起那么早 他就说他说我要来学泰雅的文化 那时候很可爱我就说真的假的 然后他说对啊他说因为我要学族语啊 他说因为我以后搞不好可以当族语老师了 这样子反正就觉得这小孩太特别了 而且里面他个子最小然后跟着一起做很多事情 后来他是我的角色后来因为他住在宜兰的南山部落 对是一个1000大概1200公尺的一个高山部落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17年开始拍他嘛 然后18年我正要写韩庸家的剧本 那我也确定了我想在南山拍 然后因为我一边自己拿摄影机拍他 一边在他们家做一些就是在就是住在他们家 然后在这个部落观察 后来他是我第一个行宿的角色 我就是用他的背景这个热爱文化的孙子 对然后因为他跟他本人不太一样 是因为他的他的长辈就是他的外公跟那个爷爷都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这样的起老 是对就是可是他很喜欢跟老人家聊天 对然后他的舅舅本身也是足以老师 对所以他其实他不是虽然不是从爸爸妈妈身上学习 可是他有很多老人家可以学 然后他很奇怪他会自己去研究口黄情啊什么的 是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而且我记得他常常是那个演那个 他们那个什么传统舞蹈表演的主角 对他很会唱鼓调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然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很特别 然后那时候就是到他们家嘛 我就是去一边写剧本一边拿摄影机拍他 我写剧本的两个 我同时进行两个不同的事情了 是对然后那时候我就 这是我第一个行宿的这个角色 对所以你当时拍的时候 只是把他当个纪录片来拍 记录的内容来拍 对我拍他只是纪录片 我其实那时候没有觉得他一定要演这个角色 对我在选角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2020要拍的时候 九月他已经是高一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有找国小国中 你已经跟了他四年了 那现在都还拍他 对然后我也让他来试镜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他那时候发育不良 所以他还很矮小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因为他在山上九了 然后他的那个纯真 对那个稚嫩是还在的 然后跟他一起演戏的那个爸爸 就是他戏里的爸爸 跟他试戏的时候 也以为他是国小六年 就是国一 对那我觉得他是OK的 所以我就还是就找他来 因为是他的部落这样子 是 这个南山部落 就是木子边东南西北的 没有那是剧本是里面这样写 南山的南 真正的南山部落就是南边的南 可是在剧本里面 是 的这个南山部落 应该也就在台东 有这么样一个地乡 在海端那边 我查过没有南山部落这个 其实我是刻意没有 找就是因为里面有些选举的情节 不想对他入座 所以我就把对把他的名字改过了 对 虽然念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不是台东海端附近的那一部落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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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的 电影里面 我们任何电影大概都会找到 所谓的核心的主题或者是价值 在这部片子来一开始就很清楚的透过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孩子他的扮演他的祖父的角色也就是陈德青这位老先生这个演员哈勇老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字 在泰雅族里面好像是指规范规矩 应该是说因为其实 因为大家都会问我嘎嘎 Fat 很想讨论 可是也怕讨论会上了十堂课都讲不完 对我来说很简单的说就是 因为泰雅我们发音叫打样 打样其实就是人的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其他族群 所以我们就是打样就是人 你成为一个人 你该有的道德规范 对就比如说你不能杀人 不能什么 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文字 我们不会有一个法律 它其实就是无形的法律 对就是你该有的习俗 对其实应该就是一个 泰雅最一个 我们做一个人所遵从的价值 对那如果你是从 我们的电影来看的话 因为电影里面其实就是因为 嘎嘎在慢慢的失去了 那所以就是家人 虽然因为外来的选举有些纷争 可是他们到最后 还可以凝聚他们的力量 我觉得那个价值其实就是 也是嘎嘎的一部分 既是嘎嘎的一部分 也是家庭这个核心组成的一部分 好像你的演员小演员 也就是刚才讲 严以诺的张祖军 他在他的 是脸书吗 IG啦 IG上 年轻人在IG 有一段蛮蛮动人的话 可以替他念出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昨天还在想说 大家都问我嘎嘎 然后我昨天就看到 他写了你们觉得什么是嘎嘎 对就是他在 他的IG自己写的 嘎嘎也是我们的片名嘛 他说在我心目中 嘎嘎就是一个中心 我们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顺着嘎嘎 然后嘎嘎是一种 让人无法一次就能理解的东西 因为嘎嘎里面充满文化的气息 充满爱 充满和平的一个地方 我猜这就是嘎嘎在我心目中 该有的价值 对 我那个看完都快掉眼泪 我就马上回他 我就说 你很棒 当然也爱你 才是在16岁是吧 他在15岁的时候拍的 对 现在17了 片子里面是一个 有一个家庭 对 在不做特别多剧透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有你在类似 编一个故事 或写一个小说的情境之下 架构出来的一个虚构家庭吗 好对 是一个虚构的家庭 可是透过我在部落的观察 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 我不像这个以诺 我其实自己不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 可是 可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东西 写故事 然后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感觉 哇家族三代同堂 真的当小说在写 后来才发现我要写东西 因为我的电影都是自己写的剧本 是 对 那因为我只要写剧本 就是我会拍出来的 然后写的过程当然就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我其实就想要透过家庭来讲 就是我想要讲的那个已经失去的价值 他是嘎嘎 我觉得他也是人类最纯粹的价值 不限于我们泰雅族 对家庭的那种情感 对 然后因为我也希望大家从 就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他是一个普世的嘛 然后他不是 就是他可以是每个族群都看得懂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样的故事 哎来看到 哦我原来在讲的是 哦泰雅的家庭的背景 那你可以看到 大家处理家庭的 呃情感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背景不同 可能会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式 那就像呃 祖神之前提到了嘛 就是呃就兄弟有一场戏 对其实那就是非常呃 呃泰雅族男人很内戀的那种 呃可能就是和解的方式 是这样子 对 你当然你讲得很快 讲到和解 我们冲突都还没讲 我们回头来说啊 呃片子 只要是剧情片 它一定有一个故事的主轴 而这个主轴总会有一些 呃让人感觉 呃不希望发生 坏事情的这种这种这种冲突 这就是怕怕要要要看电影都是这样的 啊 对 可是这部片子却在看似没有什么波兰的情况之下 一个平静的小山村海拔的一千多公尺高 这样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背景 嗯 而且你必须感觉要要透过这个完成这个任务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家族延续的问题 对 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选举 对 先讲你所接触到的在原住民部落里面的 嗯 可是却不得不承袭汉人的这个行政方面的选举 那你们怎么处理 对 你说故事还是我们 我讲我讲实际的 实际的 嗯 对 因为我接触到 对对对 因为四年前的 我是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写剧本的 对 那当时对啊 我们就朋友在讨论破坏部落和谐跟破坏部落 嘎嘎最大的元凶就是选举 就是选举 其中之 也就是最大元凶之一 对 然后在部落选举非常热 其实我的家族也有在选举 嗯 对那当然 对啊 你选举 真的是可以凝聚大家 可是选举真的 也会分化大家 也会分化大家 然后大家就 而且泰雅族是一个父系的社会 我一直都觉得为什么 不管你是当老师 当警察当什么 你们退休之后 男人们都很爱走政治的路 对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们喜欢发声 因为可能在 呃我们以前的族群 就是要有权势的人 嗯 或是有被尽重可以发声 嘛 那可是现在选举制度在以前 以前的那个呃 那个领导者对 都是都是被指派嘛 你不可以 头目吗 对的头目 或是对 我呃 日语讲头目 那我们 讲我们的户就是我们的领导者 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指派 不可能有这种 你争我夺 对 那因为现在选举制度进来了嘛 大家 争来争去 因为现在我必须要按照 现在行政规则啊 然后我先 呃 我要是村长 里长 乡长 代表 我才有权力发声 那当然你发声 但有的人就真的非常想为 想发声 想为部落做事 当然很多人是 持着这个 对 就是热心公益 对对对对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权力真的 对这些男人来讲 真的是蛮迷人的 我想是吧 对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大家 对 其实我也觉得 哦对啊 就是想一想也是 可是那时候本来想说 我要写这个剧本 我要写选举 就想说 因为我不想要 我自己本身也不爱看 政治角力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跟大家聊过之后 我觉得 嗯很有趣的是 从那个部落选举文化 可以看到一些很嘲讽的事情 会觉得部落的族人 真的很傻 就我们要玩这个 我们根本也玩不过别人 对对对 其实会觉得 你可以看到是人心的东西 对 嗯 在电影里面所呈现的这个虚构的南山乡 对 最重要的植物当然是乡长 哦是 所以乡长 你也找了一个演员 我们顺便回头来提提演员 是是是 很帅很迷人 但是他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说在角色里 是是是 谈一谈这个角色 好啊 因为对 他我觉得是发动故事的一个潜在的 对 就有点像 嗯 在 是 就是英雄片里面的那个 我懂 嗯 对 因为这个 我 我也有跟这个演员讲 虽然 因为他其实之前也有来争取 爸爸那个里面的角色 因为其实我们有几个人 反正我们后来就都把没有 就是没有 反正是后来他分配到就是乡长的角色 虽然他的戏份不多 所以你很 每个人都有记住你 他大家就觉得你坏头了 对 对 这是那种很无所谓 他叫斗力尾浪 斗力尾浪 对 然后对啊 他其实是一个歌手 叫他叫法爱 然后 本名叫法爱 艺名叫法爱 艺名 对 其实他也算蛮典型的那种 某种那种看起来流氓相长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他的那种 出的出现场是不多 然后 就他们在 他在跟我们的主角在 竞争的时候的那个 对 他很像一个熟练的政客 对对对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名歌餐厅 助唱的歌手 自己也开了餐厅 然后也唱歌 也唱歌 对对对 然后以前 大家还说他是那个部落齐情吧 我不知道上次应该是吧 他他还出过专辑 是不是 对老师知道出过专辑 对 是你已经改变了吗 这个专辑 你还知道 我们的资料很多 是你已经改变了吗 好的 我看到的每一个演员 其实都像看到 这位法爱一样 就是我会很惊讶 原来他也是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 对 他是歌手 然后来 然后 我们里面其实有那个这个乡长的竞选歌 是 然后是他提供的 他跟我说因为部落很多人竞选都是用那一首歌 对对 我说真的 对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那其实我们的演语 现在这些素人 就是你说他是歌手 我们也有空姐 然后也有竹语老师 那位空姐好像还常常主持大型的晚会活动 好像他有参与一些 对 包括张惠妹 陶哲 王兴玲 我其实知道的是他在那个 就是他比较内在的那一块 对 然后我比较挖掘 他内在的 我知道他爱画画 是 这个我知道 对 然后 我就感觉到你的 你的选角非常特别 就是 所以我不时的要把演员拉进来 是 像这一对兄弟 也是我们的 算是男一 对 男主角 他要选举 可是家庭里面 似乎 整个背景 或者是财力的资源 是 是不大可能帮助他 对 击败刚才我们讲的那斗笠乡长 对 那好 那他们兄弟 或者母子之间 甚至还有就是他和 他的女朋友 对 以及这个弟弟和弟媳妇 那很复杂的一种 对于价值追求的这种关系 可是支援他们要往前冲出去 要 要 争取乡长职务 还有一点 那就是要维护他们 嘎嘎之下的 所流传下来的一块土地 对 那块土地被乡长占有了 对 我们 化到一半了 对 这个事情感觉上好像 是真的现实之中是可能发生的 对 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就会 透过某一些手段 也不一定是有意要害人 我等我等 但是是不是 就是因为法律 因为像之前 我觉得那其实好多好多法律 我觉得因为 我们原先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几十年前 这就是我们的弟 可是法律下来的时候 就你 就不是 你无丑是从 就是我之前看观众说 你的秩序不是我的秩序 对啊 就是 就我们要服从 这 因为以前真的老人家 他们分好地真的是 好我们讲好一杯酒 我们承诺就是这么的深 然后后来 对 后来就是有了政策跟法律进来 就像我自己奶奶的地 也全部被瓜分走了 对 就会觉得 所以它的确发生 而且是随时在发生中 对 对 是的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不要忘记 11月11号 星期五 全台上映一部 你不能错过的 今年的好电影 哈勇家 入围2022年 第59届金马奖 包括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演员 最佳原著剧本等等 非常多奖项的这一部 哈勇家 哈勇是一个家族的冠名 也是陈杰瑶导演 指导的第三部剧情长片 导演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片子里面 虽然涉及到了选举 看起来是很小范围的选举 一个乡的选举 乡长的选举 可是片中有一段将近 大概三到五分钟的一个片段 是想要参与这个选举的新人 当然号称很清廉的 这位哥哥 这个他去拜访地方上的比较 可能是有资深势力 或者是有资本的一些人物 我们不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听到他们提到了一点 就是要开发山上的那些资源 让先在那里盖一个庙 让那些庙的信徒 还可以在那里去住 相克可以盖一个大楼 就这么几句话 就点 应该说点染出原住民部落 在维护自己固有疆域和领地的艰难 而这个参选的哥哥 只好说只要不违法 可是违法不违法 根本不是这个不想违法的人能决定 谈谈这个困境 对其实那时候宫庙桥段 我自己也觉得放这个很不错 对 因为你看他们这个 含用家家族是信基督教的 是 对 因为其实本来剧本里面 大家在聊天的过程 但后来就是没有在剧本里面出现 就是大家在谈论说要怎么选举的时候 大家也在讲 光是部落里面 就有基督教 天主教 什么 就是基督教又分 真耶稣 对 很多教派 教派都是势力 对 那势力就代表选票 对 那就是光部落就分这么多势力 然后那就觉得很自己也觉得很有趣的是 本来这哥哥也有到那个教会去拜票什么的 就是透过 因为教会真的在 就是宗教真的在部落是还蛮 蛮重要的一个势力 对 然后他居然还到庙里面去 去找资源 对 那庙里面找资源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是就是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刚好我知道那时候 刚好有人在抗议 就是不是那个部落 就是有人在抗议一个事情 就是本来在部落里面好像有人要盖庙 对 可是盖庙好像 他们好像跟财团还是什么都已经讲好了 然后部落人 因为第一个那不是部落人的信仰 然后第二个他们怕会飞 就是会会很吵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去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选角 我记得在选角过程 我在一个一个就是在那个演弟弟的那个 他开的咖啡厅那边坐下来休息 然后就听到来去抗议玩的人 就原住民就会进来嘛 在讲这事情 我就觉得 后来就想说 对 其实部落里面也有几个庙 对 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在山上盖庙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也就是说宫庙文化 也透过他们的使用地产的方式 对对对 进来部落 对那他们本来并不见得有原住民身份 可是却 没有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嗯哼 对因为他们是要盖庙嘛 然后那那 那个像就是那个信徒都会上来啊 所以我就想说那那 他不仅在那个部落的各势力的教派去拜票 他还从外面找 因为这资源应该是更大的 然后因为他们要找一块地来盖庙 对啊 然后 所以这种种的外来的 而且是巨大不可抗拒的资本力量 对 会迫使这位参选的哥哥 是 没有办法再持续走他的清廉的道路 他也得去想办法去向他的所谓选民去示好 对 因为就环境嘛 嗯哼 就是会有点难 对对对 我想更难的会是你如何去去掌握这些这些信息 可是又我猜想你也非常不忍心去铺路某一些部落里面的现实 因为其实里面呃 我一些观察到的我其实都写进去 嗯哼 我写进去是因为我其实跟就是不同部落人 啊 有选举经验的人 或者是反正我跟他们做了很多的交流 他们也知道我在写什么 然后当然有人担心说那你写了这个 哎是不是在丑化部落 我觉得第一个 这是我呃 当然导演很多种 就是透过我的观察 那我没有指什么部落 而且这不是只有部落吧 这不就全台湾的所以吗 嗯 对啊 那我觉得呃 他是透过观察而形成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人心的东西 对 那我也没有犯指示哪一个部落 而且我我其实我觉得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我觉得是族人的无奈 然后我会觉得跟他们聊过之后就觉得在主里的人真的是部落的人啦 嗯 在选举这一块真是很傻很天真 对就是是他们的软乐啊 对对对对对 有一首歌是可以说是哈勇家的主题曲了 爱的方法 很傻 entra 嗯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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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定要有结局故事才有满 我只不过想活得更平凡 已经看见海鸥飞过莫名的发车带 靠着河滴慢慢走 等太阳落下来 谁是谁的英雄其实都无所谓 要多久才能学会 谁会更柔软地面对这世界 谁是谁的英雄真的都无所谓 要找到爱的方法 要懂得爱人才是真的长大 怎么它是解开诅咒的魔法 这是你的用脑吧 偶尔收下留情闻魔被天使出卖 我不想伤害谁也不曾对谁释怀 如果可以谁会相当反派 已经看见海鸥飞过莫名的发车带 靠着河滴慢慢走 等太阳落下来 谁是谁的英雄其实都无所谓 要多久才能学会 谁会更柔软地面对这世界 谁是谁的英雄真的都无所谓 别找到爱的方法 要懂得爱人才是真的长大 什么才是解开诅咒的魔法 经过多少时光 我们还是一样偶尔会迷惘 人生就这一场 所有心都爱了我们 帕永佳的宣传曲 对宣传曲 叫做爱的方法 他显然的不是原住民的自己的歌曲 所以大概导演也认为 这个是可以接近一般观众的趣味 因为本来就是想透过电影 让大家就是更 更不用太有距离的认识 这个部落的故事 那因为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是可以就是跟那个相信 因为他们一起 因为他们也看过了电影 然后因为里面我们是讲爱 对那我们也放在我们的预告 某一个前导预告的 的那个影像里面 对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先透过爱 所谓什么才的方法 来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族群 来一起进来看这影片 因为这影片不会沉闷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好 让大家来认识这个 可以来进入这个电影的方式 我想不只是宣传曲 里面还有几位演员 包括算是女主角 哈勇家的大孙女 林婷莉 阿丽 她是女子偶像团体 AKB48成员 对因为那时候刚选到她的时候 才知道她才刚加入女团 对所以她其实算是没有什么经验 对而且跟她聊天 知道她的背景很特别 因为她一边 因为她每天都要从桃园来练习 那时候是练习生 然后她 就是她自己还要打工 她打工是帮忙送菜 对觉得还蛮特别的女生 她说没关系 反正就顺便当做训练激励这样子 对然后也聊聊她的整个过程 就觉得说而且这个女孩子的外形 我觉得就是 外形很高冷 对很高冷 对对对对对 她一点都不像一个素人演员 坦白说她的表达 尤其是各种情感表现的 既不俗 而且也还真的能够很动人 另外还有一位男演员 就是演阿丽的男朋友 你们设计的更有趣 她一句中文不会讲 而且看起来是纽西兰人 纽西兰籍的华裔 谈谈这个演员 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要 我本来那时候想说 就是国外的男朋友 其实那时候 有在想国外男朋友 我设定纽西兰是因为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 我自己有去纽西兰 我也是去写剧本做一些甜调 然后我觉得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纽西兰那是要纽西兰的白人吗 还是毛利人吗 还是什么 可是后来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纽西兰的华裔 然后都 这是跟这个孙女一样 然后华裔 看起来有 有韩星的架势 完全不会讲中文 然后也会让 他们家人以为是 阿嬷讲阿美里嘎 就是以为是洋人 结果是一个 好像他也是洋人 因为他也不会讲中文 也不会讲中文 对 更不要说太好话了 对 我觉得蛮 他设定上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 然后后来 本来找这演员 那时候想说 不然我们就直接 从纽西兰找好了 结果 我们在选角是2020 疫情开始 纽西兰就锁过了 锁了两年 所以是不可能从那里找 所以我就在 台湾 就是找这样背景的人 那 这个演员很特别的是 因为我很喜欢看演员的 很特殊的特质 他数学系 然后他也是刚要入 这一行的一个男生 这样子 然后其他也有一些 相关戏剧性 在国外 念戏剧性的人 都有来试镜 可是我就喜欢他的那种 纯粹跟白纸吧 对 就是 他会用他的方法 来进入角色 对 然后就是那种 翔翔的 就是傻傻的感觉 很深啊 对 我很喜欢这样感觉 但是他一点都 不像是一个素人 坦白说 虽然很深 可是感觉上 已经被他那个 很寒心 小声气质 给掩盖住了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娱乐红帕单元 访问的是导演 陈杰瑶 她是台湾第一位 原住民的电影女导演 泰雅族 哈勇家 是她这一次 第三部剧情长片 即将在明天上演的片名 哈勇家 就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 从她的老爷爷 到最小的孙子 以及延伸出去 他们所触及到的 乡里面 部落里面的朋友 亲戚 族人 还有更远的 刚才提到 由年轻的演员 黄信赫 所主演的 一个纽西兰籍的 华裔 这个角色的安排 非常独特 她让完全不能沟通的 一个外人 但是又具备着 看起来像一点点 男主角身份的 这么样的一个造型 而且透过她的陌生 以及这种陌生 所带来的紧张感 刚才我用了一个生字 来形容 黄信赫 她的生反而产生了魅力 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 在剧本之中 我相信如果最佳剧本 可以 原著剧本 可以得奖的话 这一个设计 应该也是画龙点睛 不过我对于剧本 还有一个设计 也很有兴趣 忽然之间 有一天在烤火房里面 或者是在停电了 停电之后 大家就发现 外面 应该说外面 天自然而然就比较亮 而发现下雨了 而下雪了 对 谈谈这个下雪的设计 是 我本来就这样写的 因为那时候 在写的时候 呃 因为兄弟有冲突吗 所以不讲话 是 为了选举 对 然后那 我觉得那他们要 怎么样去化解掉呢 那 都必不见面 可是一定会有在某种场合 一定会见到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那就是 呃 我就让他停电 那因为很冷 很冷 那家里的那些东西 就是什么那些 电器也不能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会挤到烤火房去嘛 就变成 哎呦全家挤在里面 用那么小的空间 然后其实有点暗暗的 然后有火 然后我还记得 进去的时候 那个 那个以诺这个角色 就是一个润滑剂嘛 因为两个兄弟 呃不讲话的兄弟 因为很冷 挤到了那个空间 愿停电 只要那个空间 然后很尴尬 然后就突然 哎 那个孙子看到了 就是看到了那个 外面下雪 就是哎 还有什么 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 对 然后哎 雪一下来 因为雪 其实在台湾不容易下雪嘛 对 所以对他们来 这是非常意外 而且极具神采的一幕戏 也就是说 当我们都还在想 这些人挤到一个 没有电的空间里面 而且彼此也看不太清楚 对 坦白说 如果他很很清楚 而且是有电的情况之下 这一对兄弟是不会和好的 对不会 可是 对 外面有雪 而且有光 那个一定是非常迷人的一个 对 一个场景 哎 妮娅真 等到了雪 对 对 就是 就祈求吧 然后 我不知道我就赌的 因为他们也有 他们就是 就是其他工作人员兼自由 我那如果没下雪了 对 我说那就是 我就其他被下雪机吗 还是什么 不知道 就要造雪了 对 你就要花很多钱 对 然后也不晓得真不真实 对 但是下雪这一幕戏 也让观众 另外有一层次的理解 那就是 烤火房会解决问题 换言之 烤火房 恐怕是这个家庭里面 极为重要的一个 我知道那一场戏才 特别发现说 有烤火房是有道理的 因为烤火房在另外一个地方 还垮掉了 感觉上 像烤火房的那个传统 对 对 谈谈那个设计 也就是 另外一位邪恶的乡长 他盖了一个房子 垮掉了 对 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梗 反正就是 我觉得里面这个设计 就是应该怎么讲 对我来说 就是 不管是雪 还是那个房屋垮掉 他都是跟 他都跟灵有关系 跟抬头看到的 对 但是看不到的 对 你可以说助灵 你可以说上天或上帝 你要怎么说都可以 对 跟他的意志有关 对 那个是有关系的 其实是的 因为你没有遵从 某些 该有的传统 对 那应该就是嘎嘎 对 你要讲 对 那我们讲中文 你没有遵守传统 你没有遵守 该有的信念或价值的时候 嗯 你就会遇到这些事情 嗯 你可以说他是惩罚 或者是他就是对 他就是告诉你 你就不对 是 而且整个片子里面 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暗示 对 包括老爷爷 嗯 在考虎 考虎房里面 嗯 奶奶也在考虎房里面 对 还有兄弟也在考虎房 对 就考虎房 以及 很重要的这个叙事观点 以诺 对 他也在考虎房里面 嗯 好像获得了某一些启发 对 因为那一幕应该是他 因为他 应该是全片的开心骨 可是那一幕完全是 呃 前面他没有的表情 嗯 对 因为他其实好像 嘻嘻闹闹 不爱念书 一个小屁孩 可是他有在思考 因为其实他传承了阿公 呃 他应该传承了阿公的 嗯 东西下来 对 是 嗯 另外会有一首歌 就是烤火房 对 叫烤火的房 烤火的房 是你做的 呃 呃 瓷是我做的曲 是呃 宝浦 就是也是排完组的呃 呃 配乐家 然后我们合作第二次了 对 嗯 我们来听一听这首 烤火的房 是我常听的话 阿霸阿亚 听着阿霸将古老神话 我们今天讨讨的这部电影 哈勇家 导演 陈杰瑶 呃 虽然在入围金马奖上 颇有斩获 但我相信你可能更期待的是这部片子 能够接触更多的观众 呃 特别是对于原住民的生活 环境 以及现状 是 有更多关切的人 嗯 你的期待 你对于这部片子上映的期待如何 呃 呃 其实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用家庭嘛 其实 这一部就是 它其实就是家庭剧 嗯 对 那我觉得家庭剧是大家都可以看的 我其实很希望 呃 当然 我知道 呃 现在就是原住民部落 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片 对 那 我其实还蛮期待 就是非常著名的观众朋友 可以进来看 它是一部 呃 我就是很温暖的电影 而且在 我觉得这两年疫情很闷 其实 你看到这部影片 我觉得会有 就是 它是在冬天的 现在也是冬天嘛 嗯 冬天里有一种火光 我觉得它会看到一种温暖 对 然后 蛮期待大家 不要觉得它很有剧力 它就是一个家庭剧 嗯 对 你还可以多看到 就是高山上 然后你可以看到台湾 就是台湾很少在那个店里面 可以看到雪 可是雪它不是美景 它就是跟着我的这个故事在走 是 对 所以希望就是呃 观众们就是都可以呃 可以进来看看这部影片 那因为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我们有入围金马奖 最佳剧情 呃 最佳剧情长片 我自己觉得 它如果能入围原因是 呃 我觉得这部电影 应该是很有观众缘 对 它是很顺的可以看到 所以 可能才会获得 评审的青睐吧 我猜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